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大家来临香港电台参加《铁窗边缘》的启播礼 香港电台电视部早于2000年就已经和程教主合作 打造了第一期实况的剧集《铁窗边缘》 有请广播处长黄华琪先生跟我们说几句话 郭处长 各位嘉宾 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主持这个实况剧《铁窗边缘》的启播礼 80年来香港电台做了很多节目 有些叫好叫做 有些在世界各地拿奖 释放了很多创意出来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它是不断和社会各个组织 政府各个部门合作 真实地反映到社会的真面貌 以及深入到各阶层 所以拍出来的节目真实可靠 写实的味道非常浓厚 这次的铁窗边缘就是一个极成功的例子 这个实况剧 所有的人物和故事是由程教署提供 而且给一个实地的场地我们拍摄 香港电台就负责编剧和制作 实在很难得的就是 能够在监狱、懲教署里面的各种机构 比如解读所这样拍摄 那个真实感是一百分之一百 而且我们拍的日常生活的细节 也都很考究 大家以往的成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不过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故事的充实性 就是很多人误入歧途 他结果受到人生最大的考验 在程教署的机构里面 他要面对人生的转捩点 这些很多是很感人 以及很警势的故事 以往的各种故事 这么受欢迎就是 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共鸣 以及很多人愿意照顾更生的人士 我们在今集里面 也都看到很多真正的更生人士 讲出他的经历 也都还会看到程教署 很多同事以真人真面貌上镜 他们各个都是进肖男儿 特别好看的 这张边缘由2000年开始 已经有36集 得到社会各界踊跃支持 我们希望以后能够多些和程教署合作 拍更好更多的剧集出来 也都希望各位尽量去推广这个新的一辑 明天开始就啟播了 希望大家今天看到会欢喜 还有回去带家人 带同事 带朋友 多些收听这个节目 以后我们就有更好的资源 做更多这一类的节目 多谢大家 《铁窗边缘》的成功 有了香港电台电视部的专业制作 也因为我们有一个全力支持 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程教署 我们现在有请程教署处长 郭良明先生为我们支持 我叫你处长 各位来宾 首先我代表香港程教署 多谢大家出席今天的启播礼 为明晚推出的第五辑 《铁窗边缘座更生实况》的《起开序幕》 提供优质的机压 以及全面的更生服务 是程教署我们主要的任务 而更生人士 可否成功融入社会 除了他们本身的决心和努力之外 他亲友、同事和社会大众的接纳 以及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鼓励和加强社会大众了解 更生人士和程教署所提供的服务 程教署再次和香港电台合作 拍摄第五辑的《铁窗边缘》 我们希望藉着香港电台的专业制作 在囚和更生人士 可以透过劇集向社会大众 否判他们改过自身的心路历程 以及他们在不同纲位 程教人员的教导之下 期望社会人士给他们机会 重新开始重新融入社会 成为奉公守法的事物 程教署为香港电台 程教署和香港电台自从在2000年开始 拍摄了《铁窗边缘》剧集 得了不少的奖项 为社会大众欣赏和支持 程教署亦将剧集制成了纲碟 分发给学校、社会中心、青少年机构 使到老师和社会工作者作为教材 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学习犯罪所带来的恶果 以够协助和支持更生人士 重新回到社会 《铁窗边缘》得以面世 是有赖香港电台同事的努力 我们在这里代表程教署 向王署长和香港电台的有关工作人员指责 当然我也要特别多谢袁学院 因为他们一年两次 今次已经第二次资助我们 今次是袁学院第二次资助我们拍摄《铁窗边缘》的剧集 我要多谢社会参与助更生委员会 一直以来提供宝贵的意见和支持 除此之外 我要多谢古教授先生 在白亡之中 做我们的更生大事 以实际的行动 向社会人士宣传助更生的讯息 这里实在是对更生人士 带来极大的鼓励和鼓舞 最后我要多谢各位一起参加 和支持助更生的计划 为新一辑的《铁窗边缘》 剧集《增添意义》 多谢 今次《铁窗边缘》的部分制作费 是由程教署的泛洋福利基金赚了的 这笔费用是来自 深公益的袁元学院 接着我们有请袁元学院 第一副主席陈国超博士MH 和第二副主席邓锦雄先生上台 将资助票送赠给程教署 请程教署长 郭亮明先生收取支票 为了答谢袁元学院一直以来对《铁窗边缘》的支持 郭处长也代表程教署和香港电台 致送一份纪念品给袁元学院 感谢两位主席 好像刚才郭处长所说 《铁窗边缘》真的来了现场 《铁窗边缘》是05年的十大结出青年 能歌、能演、能主持的演艺界大歌 向来热心服务社会 所以程教署诚意邀请了 《铁窗边缘》担任更生大使 协助推动更生的事务 我们有请《铁窗边缘》上台 有请程教署处长郭亮明先生 颁证更生大使彩带给铁仔 顾铁铁 谢谢郭处长 处长请就座 铁仔不如我们来这边跟我聊聊天 好 我想问你之前有没有接触过更生人士 有 出席一些活动时试过 在香港试过 在台湾试过 我们就去到一些教导所里面 去见他们 我见过一些更生的朋友 他们在那里 其实他们都会找自己的 兴趣 是 或者理想 我在香港试过 就是见过 他们是很喜欢玩音乐的 嗯 那一班我们去到的时候 去看他们 一起去合唱 是 看他们 特意为我们去探计他们的时候 特意练了一些歌 彈给我们听 那么 发觉其实他们 只要给他们空间 以及给他们一些机会 他们 仍然可以重新 去在自己的梦想 继续出发 没错 那今次呢 你被委任为更生大使 那你又有什么期望呢 其实 我也有留意 这个节目的 以往我也有看的 那我觉得这个意义很大 一方面就是 正如处长刚刚说过 就是 让大家朋友可以看到 一些罪恶之后的效果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要对于一些更生的朋友 就是提出一些关怀 包容 让他们可以再次重新来过 是啊 那你记得看吧 明晚 好的 对大众市民来说 要帮助我推广这个更生的事务 首先就要认识一些更生的人士 听听他们的心声 看《铁窗边缘》 就像你说的 是一个好的方法 不如我们现在有请机仔 和我们一班嘉宾 主持一个简单而隆重的 《铁窗边缘》啟播仪式 我们现在首先要请 程教处处长郭亮明先生 廣播处长王华琪先生 圆圆学院第一副主席 陈国昭博士MH 圆圆学院第二副主席 邓锦雄先生 社区参与座更生委员会主席 刚才开MH太平紳士 在理广播处长张文新先生 和处理懲教处副主席 善逸坚先生 好了 各位手上的公仔 就象征了不同的犯罪分子 有毒犯 骗徒 和网上罪犯的 这些角色都会在新一辑的 《铁窗边缘》里面出现 我待会数三声之后 大家就将公仔放入铁窗里面 准备 3 2 1 好有意思 大家看到三个更生的人士 就弹出来了 经过程教并重的铁窗生涯之后 更生人士都可以获得重新造型的机会 多谢各位嘉宾 请大家先就座 欣赏《铁窗边缘》的精华片段 吃铁窗好像变得烟 真是身边的铁窗吃 都好像很正常 最常放给自己的朋友 然后买得多 就发给朋友的朋友 开始多客源 不过自己吃完 都没什么剩下的钱 你被法庭判离戒毒所 接受这个围棋两个月到一年的治疗 你几时可以走呢 就要视乎你在这里的表现 你明白吗 Yes, Sir 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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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p Sir 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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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p 最初不吃都不会搞我现在 最初不吃都在读中午 都想过自己真是将来 真是想过自己出去 难道是这样吗 说什么 你拌什么 快去看看 得到也想拌 我做些硬的事 那好吧 不过我只有八、九万 当时觉得 就算正行好 偏本好 最重要是赚到钱 所以就算我不是碰到这个朋友 可能碰到另一个 买白粉的 可能就去买白粉 一样的 结局 我想都是坐牢 阿松,你在干什么 Sir 没有啊 想起自己以前 嫌不自己赚得少 那就做些犯法 到现在好像 兜了一圈 又重头来过 可以重头来过 也不是一件坏事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有付出才有回报 脚踏实地做事 一定有收获的 是, Sir 担心自己会被拆捕 会犯法 不诚实使用电脑 陈静岚,你认不认罪 情人没想过被告一天 会是整件事主谋 本役宣判 被告陈静岚 被控46条罪名 全部成立 完全不敢看法官 自己倒下头 律师助理 宣读案情 宣读控罪 问我认不认罪 46条罪名 全部都认罪 那时候抑捕不到自己 都认罪 他再叫我进去 准备迫屋 承效所 进去后 我立刻哭 在这里还有什么得着 帮我重拾到正确的轨道 我参加了会下班 重拾到读书的轨道 参加会下班 是你自己说要参加 还是他们说服你 那时候有些老师 来我介绍一下 那时候想挑战自己 想试试 我老公的女人 在床上 拿着个餐 不断追拢 不断追追 第一个感觉 我会觉得很生气 为什么会有个女人在 还在家里弄成这样的事 我就更加放屁自己 反正他都不理我 那些姑娘 我觉得他们真的不离不弃 就是我们 我以前是一个吸毒的吸毒者 他也有打帮我们聊聊 问我们最近怎么样 乖不乖 坐… 温暖的 我们下期的аний 吃虽然生活 我要コミュ人 有一点 分解大陆人 他想透过厨真人的妇妇 一定的话 我会稍微没有打算 还在不得出 在新家他也付出人家給我錢 不是多拿三、四、八、二百元 他都可以這樣對我 不可以給自己機會 不是給別人機會 無論他是不是真的對我那麼差 他是不至於死 就算我跟他說一千句對不起 一千句抱歉也好 他不可以翻山 究竟我怎樣才可以補償給他呢 鐵窗邊緣的特色是根據真實的個案 改編拍攝的 今天我們請到其中一位 裡面的主人翁阿南 上來和大家聊聊天 Hello 阿南 你好 聽導演說你很厲害電腦 你很小就開始喜歡電腦了 我八歲的時候 我哥哥升上了中學之後 我家就買了一部電腦 我那時候就正式喜歡電腦 八歲啊 我又聽說你九歲已經懂得玩 很多不同的軟件 為什麼你會學懂得這麼快呢 初時買了一部電腦 回來的時候 就是玩一下裡面的遊戲 之後就慢慢透過書本 和雜誌去學書日法 還有一些文書軟件 我又更加喜歡擦開一部電腦 去了解裡面的結構和用途 同時我也花了很多時間 去學其他的軟件 那即是你又聰明又在學 那為什麼你之後又會走一趟錯 在我升上中學之後 我認識了一些不良人份子的朋友 那時候開始犯了一些校規 例如不加功課 遲到逃課 然後還加入了衣服會 那時候最後放棄了學業 最後找了一份電腦零售及維修的工作 那也成為我飯案的地點 其實我也覺得你是一位電腦的奇才 應該要繼續努力 我知道GreyGay 也是對電腦很有興趣的 不如我們請他上台和大家聊聊天吧 你好 你好 Gay姐 你們對電腦也很有興趣的 是 不如你和阿南交流一下心得 聊聊天 就是進入教導所之後 還有機會用電腦 進入教導所之後 也有機會用到電腦 裡面也有很多電腦的課程 以及考試給我們參加 最近阿sir還給了電腦繪圖的課程 學會了更多的用途 現在用電腦通常是我們繪圖 現在我還是準備考試的 你對美術很有興趣的 繪圖是嗎 是嗎 加油 我也很喜歡繪圖 Gay姐 程教主的阿sir 跟我說過阿南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幾個月前 他還在程教主的安排下參加了回考 中英文也合格 這麼厲害 先給點掌聲 謝謝 加油 謝謝阿南 謝謝Gay仔 其實阿南 聽你剛才說他從八歲開始的歷史 真的是一個大家所謂的聰明仔 所以就很好善用這份聰明 好嗎 大家給他一點掌聲 謝謝Gay仔 謝謝阿南 接下來我們有請廣播處處長 黃華麒先生 頒贈紀念品給阿南 以及Gay仔 首先我們請黃處長頒贈紀念品給阿南 然後頒發紀念品給古具機Gay仔 接下來我們不如邀請那麼多位嘉賓 我們一起上台拍一張大合照 我們請教育電視和程教主 參與鐵槍邊緣製作的同事 一起全部上來一起拍一張大合照 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今天鐵槍邊緣的啟播禮 已經已圓滿結束 多謝各位 Bye Bye